哈 flow 所以這一段來講的話 其實只要下大雨 水一定會淹到路面來 因爲它之前是用那個 六十公分的寒管而已 那過馬路 水消化不良 它就會引火到爐面 就會影響到地下的農友 虛溝整治完成之後 看能不能帶動你這個地方 也讓這個農村能夠活絡起來 這條虛溝整治工程 整體規劃設計的原則 不要考慮三個面向 第一 防火安全 第二 是自然生態 第三 是景觀的營造 本案的一個整治工法 其實多採用現地的筷石及木樁整治材料 來配合地形來施作 以避免吸過的一個全面開挖 另外我們也是採用手工的方式修補 以避免說它吸床的一個掏刷部分 最主要的挑戰是在於 最主要的挑戰是在於 我們整個生態保護的問題 所以在做這個工程的時候 我們主要大型基於我們就不用了 那在做的過程當中 盡量用人工來做 那另外呢 我們針對未來的時候 其實會與胡田國小 來進行相關的環境教育的一個課程 那也期望說在 廚師債房在這個部分呢 能夠向下砸根 那也使本機關能夠成為一個 自然環教的一個系統 但是就是說 整體工程全生命週期 我們都納入生態檢核的機制 透過生態專業人員的參與 評估環境生態區域現況跟範圍 而且擬定生態友善的原則 對策跟措施 以環境影響最小化為原則 在我們整次的過程當中 以及它的成果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生態檢核的機制 到最後讓進來的人或周邊的民眾 感覺到自然環境還是自然環境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